路透社10月20號報導 美國駐世貿組織代辦大衛·比斯比當天 在WTO閉門召開的會議上指出 中共官方的產業政策扭曲了競爭環境 對外國企業不公平 華盛頓將盡一切手段促進改革 比斯比指出 除了工業補貼 中共其他不公平的貿易手段 還包括給國營企業優惠待遇 限制數據 對知識產權執法不利 以及網路盜竊等等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副執行長顏慧欣指出 中國沒有履行WTO承諾的範圍其實很廣泛 但是到目前為止完全沒有看到中國政府有做任何的控制 這也是2018年以來WTO再次審視中國的貿易作為 在2018年的審議期間 美國就指出中共體系對國際貿易的根本挑戰 比斯比說 今天這些挑戰仍然擺在我們面前 中共不但不趨向改變 相反還加倍 用國家主導的非市場貿易方式 損害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工人和企業的利益 如果要加入這個政府採購協議 叫GPA 中共也沒有達到 比斯比還提到 我們不能忽視 有些報導指出 中國在很多行業強迫民眾勞動 路透社說 這顯然是指中共在新疆拘押 和強迫維吾爾族人勞動 之前 國際組織和維權人士曾經曝光許多證據 但中共一概否認 這也是美國拜登政府上任以來 首次就中共強迫勞動的問題 在WTO發聲 消息人士還透露 包括英國、加拿大和歐盟等 其他中國主要的貿易夥伴 也呼籲中國進一步自由化 並開放市場 澳大利亞政府提交給WTO 一份言辭激烈的聲明 譴責中國是對全球貿易體系的威脅 日本也對北京缺乏透明度表示擔憂 並敦促中共解決貿易扭曲措施 和國有企業補貼問題 它是承諾有開放的 可是實際上都沒有拿到實質開放的效果 所以就是我們所看到的 它透過大門開了 但是小門不開 它自己本身沒有對外做市場的開放 可是它卻藉由進入其他國家的市場 這些國家開始同時指控中共 應該說是世界各國對中共這種 無視國際準則的這些行為呢 現在看來都已經瘦得夠夠的 現在要紛紛的站起來 忽然反擊了 消息人士說 與會的中共商務部長王文濤 對這些指控全盤否認 他聲稱 中國的基本政策是在遵守WTO規則的同時 開放經濟深化改革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副執行長顏惠心指出 中方一向都以虛應故事的方式來處理 但現在 國際譴責的壓力很大 中共很可能以拖待變 同時與歐盟簽訂協議 又申請加入CPTPP 但中國的問題不在於是否承諾遵守表面的規則 而在於有沒有落實